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周呢,要讲的是分词 我们这一周要讲的是分词 分词构句,还有语态助动词 什么叫做分词呢? 分词分作两种 一种呢,就是动词加上ing 一种呢,就是动词的pp 过去分词的形态 那动词加ing表示 现在分词表达的是一种主动的感觉 主动的动作 譬如说,the girl standing by the window is Helen 站在,正站在窗边的那个女孩是Helen 那如果用pp动词的过去分词呢 表示被动的形容词的部分 譬如说,Jorg picked up a broken vase 他拿起一个破掉的花瓶 因为花瓶已经破了 所以呢,我们用的是pp的部分 好,现在呢,来看更多的分词 现在进行式的例子 什么叫做现在分词呢? 就是动词加上ing 会产生一种令人...的感觉 表示是由主体本身的产生的行为 或感觉的时候使用的 譬如说,第一个 He read an interesting book 他读了一本有趣的书 那今天这本书是有趣的 这本书带给人的感觉是有趣的 好,那所以我们用ing The news was surprising 这个新闻呢,令人感觉到很讶异 给人家的感觉 surprise 加ing surprising The movie had a surprising ending 这个电影呢,它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结局 一样,给人家的感觉 令人惊奇的结局 用surprising 好,再来接下来的例子 That is going to be an exciting trip 那将会是一个令人刺激 令人感觉、兴奋、刺激的一个旅程 所以用exciting 让人家觉得很期待的旅程 I have an embarrassing experience 我有一个很尴尬的经验 令人感觉很尴尬 所以一样用ing This is an interesting book 好,那这句话一定要特别记住 Interesting book 有趣的书 让人感觉很有趣的一本书 那这个句子呢 以后都可以用来做替换的 好,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记住 我到底是要用ing 还是要用ed呢 好,这是一个很简单 而且很好记的句子 好,那现在分词呢 动词加ing的部分 它也有表示现在进行的一个动作 Crying boy 代表说来了一个正在哭的男孩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也正在哭泣的样子 所以用crying crying the boy is crying 所以我们用crying boy 用crying这个字呢 表达他的 他现在的状态 好,正在哭泣的男孩 当作一个形容词 好,那过去分词呢 也就是pp的形态 过去分词呢 表示感到... 表示我们的主语呢 受到外面的行为 所感觉到的 想法或者是感觉 或者是呢 表达被动的时候使用的 譬如说 he is interested in that comic book 他对这个漫画书呢 感到很有兴趣 那要注意的是 interested这个字 要搭配的是in interested in 我们有一些pp呢 它后面有固定用的介细词 那千万不要忘记咯 interesting 感到有兴趣的 用in interested in interested in This book is interesting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book 一个是这本书很有趣 一个是他对这本书 表达很有兴趣的感觉 好,所以这句话 He is interested in that comic book 对于那本漫画书 他感到很有兴趣 Bob was excited about the game Bob对于这场比赛呢 感到很兴奋 about excited 后面要配about Bob was excited about the game Bob对于这个游戏呢 这个比赛呢 感到非常的刺激 感到很兴奋 很期待的感觉 excited 后面只能配about 第三个句子 Amy will be prepared for the exam 好,他将会为了这个考试 准备好 will be prepared 会准备好的 感到已经有准备了 所以这都是表达 他内心的感觉的时候呢 我们用ed 用ed 再来看更多的例子 I am bored 代表我感到很无聊 那如果你讲 I am boring 代表你呢 给别人的感觉 你是很无聊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 假设在课堂上好了 觉得哦 好无聊 I am bored 不是I am boring I am boring 代表别人觉得 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那我现在要表达的是 内心 自己的感觉 I am bored I am bored Emma was surprised Emma呢 他感觉到很惊讶 感觉到很惊奇 was surprised 那当然啦 PP我们常常都用在 完成式里面嘛 has have加PP 所以PP的时态呢 的这个过去分词呢 也有表达说 已完成的感觉 譬如说 Some retired tennis players work as coaches 有一些已经退休的 网球选手呢 会去当教练 已经退休的 网球选手 那这是已经完成的 所以我们用PP retired 好 用PP的部分 Mom asks me to clean the fallen leaves 妈妈要求我呢 去打扫 去整理干净 落叶 落叶是已经掉下来的 the leaves have fallen 落叶都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用完成PP的部分 fallen leaves 表示说落叶已经掉下来 如果你要falling leaves 代表正在掉落的叶子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关于这个分词的部分 有分现在分词 跟过去分词 就是动词加上ing 或者是动词加上 变成PP的部分 那同学一定要记住 他现在要表达的呢 是本身自己的感觉 还是物品给人的感觉 使用的ing或ed是不同的 那就像我讲的 我们可以记住那两个句子 第一个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这本书很有趣 第二个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book 他对这本书感到有兴趣 这两个句子是可以很好 让大家多做之后其他的练习 有兴趣